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印尼电动车市场的热潮 尤其是中国品牌在当地市场上所引发的现象 根据数据,中国电动车在印尼市场的占有率已高达87 10%的男子战争台前百分之消费者带来了更多选择 同时也推动了印尼的绿色转型 然而这股红炒背后却隐藏住重重危机 包括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及环境污染的潜在隐忧 虽然不少观察人士对中国电动车的崛起表示乐观 认为这将加速印尼的产业发展 但他们也警告说这样的依赖可能会使印尼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变动中处于不利地危 此外,印尼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电池回收政策 这可能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印尼的新政府事务仍然对电动车市场充满信心 并计划继续推动电动车的发展 然而,如何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 避免过度依赖中国以及应对环境挑战 将是未来政策制定者需要深思熟虑的重要课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六国市对此现象的深入分析与评论 在印尼一个繁忙的电动车市场正在迅速崛起 其背后却隐藏着依赖与污染的潜在危机 近来,中国品牌在印尼的电动车市场中掀起了一股红潮 市场占有率超过八成 诸多观察人士对此现象表示担忧 认为这可能导致印尼电动车产业过度依赖中国 并在环境治理上面临艰巨挑战 在雅加达的一家比亚迪经销店里 品牌顾问魏斯里尼尔盲的不可开交 他通过视讯兴奋介绍到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们店里 他们大部分都想把原本的汽油车换成电动车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品牌之一 比亚迪在印尼市场的表现令人瞩目 短短十多月内比亚迪就卖出了8536辆电动车 成为销量亚军 仅次于另一家中国品牌上汽通用50 印尼车辆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中国电动车品牌已占据印尼电动车市场的87.4% 这股潮流不仅是在品牌多样性上有所体现 销量棒上位列前四的皆是中国品牌 这些数据表明相较于传统汽油车 电动车正越来越受到印尼消费者的侵畏 消费者像古纳万这样的人 就因为电动车的低维护成本而决定购入第二辆 然而印尼电动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一些隐忧 印尼电动汽车ILVIA执行长普巴甲唐特加乐观地认为 中国电动车商的参与将有助于印尼实现起 2030年电动车销量目标 然而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也不容忽视 印尼独立智库CEIOS的研究指出 中国在电动车供应链上的优势 可能会使印尼对中国的依赖加深 尤其在电池和关键零部件的供应上 普特拉印尼能源转型研究所执行长 更是指出这种依赖在链矿资源上的体现 作为全球最大的链矿供应国 印尼的链资源大部分由中资企业掌控 尽管印尼急于通过发展电动车产业摆脱石油依赖 却可能在无意中陷入对中国的另一种依赖 普特拉强调为减轻这种风险 印尼必须实现电动车产业的多元化 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 环境隐忧也开始浮现 在电动车日益普及的背景下 电池回收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 普特拉认为 印尼目前的电动汽车政策 还没有涵盖电池回收的相关规定 而车商们也尚未提出具体措施 这种政策和实践的缺失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尽管如此 印尼的新政府似乎没有放慢电动车发展的计划 新任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 承诺继续推动电动车产业的发展 并计划通过与精装国家的合作 来实现印尼经济的增长目标 普巴甲表示 在未来 印尼将继续在既有政策的基础上 与中国车商合作 进一步推动电动车市场的磅礴发展 印尼商业理事会的诺托乐观地认为 在普拉·博沃的领导下 电动车将成为推动印尼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印尼近期成为精装国家的伙伴国 或许能通过这种多边合作平台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员国 开拓更多的合作机会 助力电动车产业的进一步成长 然而 这样的经济布局能否解决 依赖与环境污染的隐忧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印尼需要在追求快速发展的同时 认真考虑如何应对产业依赖和环境挑战 以确保其电动车产业 能在可持续的轨道上前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印尼的电动车市场 简直成了中国制造的后花园 中国品牌的电动车销量 已经占了市场的87.4% 此情况让人不禁想象 印尼的街头巷尾 到处都是比亚迪、武林、奇瑞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魏斯里、尼尔 这位在雅加达担任品牌顾问的年轻人 看到比亚迪的火热销售势头 兴奋地直拍大腿 毕竟 比亚迪不仅是市场新宠 还带来了印尼三排座MPV的第一辆电动车 让消费者眼前一辆 电动车市场在印尼的迅速崛起 让许多印尼消费者如古纳万一样 开始考虑让电动车取代传统汽油车 毕竟维护费用低到让人感到轻松愉快 然而 印尼在这股电动车浪潮中 似乎也有隐忧 普巴甲、庞特加乐观地认为 中国电动车供应链的优势 可以加速印尼电动车市场的发展 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也让人不得不多思考 赫马特和叶塔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到 由于中国是印尼电动车产业 关键部件的主要供应国 印尼可能会陷入对中国的依赖 假如未来中印关系 因某些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因而紧张 印尼的电动车市场 可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冲击 这就像是一个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典型粒子 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一场灾难 更让环保人士忧心忡忡的是 印尼的电动车市场 在迅速扩张的同时 却没有相应的电池回收政策 普特拉强调 印尼需要加强环境治理 以应对电动车产业潜在的污染问题 电动车在欧美市场的普及 已使废弃锂电池问题越来越突出 而印尼在这方面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正如普特拉所说 急需相关的回收设施与政策来应对 但这些却迟迟未见动静 试想一下 如果街头巷尾的电动车产生大量废旧电池 而无处回收 那印尼的美丽海岛将承受不堪设想的污染压力 尽管有这些担忧 印尼新政府依然对电动车市场持乐观态度 普巴甲认为 印尼会在需求增长中完善电动车政策 并继续与中国车商合作 新总统普拉伯沃上任后 仍计划延续前届政府的政策 希望借助电动车实现经济增长的宏伟目标 印尼刚刚成为金砖国家的伙伴国 诺托认为这为印尼提供了更多与金砖成员国合作的机会 特别是在电动车产业上 这也许是印尼实现经济腾飞的新契机 只是如何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确保不被单一市场过度依赖和环境污染所困扰 仍是印尼需要深思的课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中国电动车在印尼市场的崛起 不仅是电动车行业的一个显著成功案例 也象征着中国在全球新能源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中国电动车品牌 以其高性价比和技术创新优势迅速占领市场 这不仅为印尼消费者带来了更多选择和更低的购车成本 还推动了印尼的绿色转型 对于一个政治利于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 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机遇 更何况中国电动车企业在印尼的投资 不仅仅是为了销售产品 还包括建设本地化生产基地和完善的配套设施 这对印尼的就业和技术提升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过度依赖中国电动车并不是明智之举 历史上过于依赖单一国家的产品供应 常常导致经济脆弱性增加 看二战后的希德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努力发展自己的工业基础 再者中国电动车在印尼市场的急速扩张 可能忽视了重要的环境问题 尤其是电池回收和废气处理的问题 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若不加以控制 这将导致环境污染 印尼的绿色转型恐变成灰色困境 依赖的问题确实需要警惕 但合作往往是双赢的 正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 促进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印尼与中国的电动车合作也能带来共同繁荣 通过中方的技术转移和合作 印尼有机会发展本土电动车技术 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 同时印尼作为全球最大的涅矿供应国 在电动车产业链中具有战略优势 完全可以利用这一资源吸引更多国际投资 打造多元化的产业结构 此外中国电动车企业也在积极探索电池回收 和在利用技术 这些创新最终将汇集全球 然而技术转移和本地化生产 并非一朝一夕可乘 而在这期间 印尼的经济政策自主权可能会受到限制 类似于19世纪末大清帝国对外技术依赖的困境 此外中国电动车产业是否能够真正履行其环保承诺 尚需拭目以待 欧美市场对于电动车的可持续发展 已经有了严格的法规和监管 而印尼目前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框架 容易被企业的商业利益所左右 若中国公司不能在废电池回收和在利用上提供可靠方案 印尼的环保目标恐怕会沦为空谈 中国电动车企业在印尼的布局 不仅是商业战略的考量 更是对未来市场的长远规划 通过与印尼的合作 双方可以共同制定出 适合本地的法规和标准 正如欧盟在环境政策上的协调合作 此外 中国的电动车产业 已经在全球多个市场中 证明了其技术和创新能力 特别是在电池技术和智能化方面 中国电动车品牌 在印尼市场上的成功 也鼓励了其他国家投资印尼 形成良性循环 随着时间的推进 印尼完全可以在国际舞台上 塑造出一个良好的新能源形象 你所说的长远规划需要更多的具体措施来支撑 历史上过度依赖他国经济模式的例子不胜枚举 结果往往是经济受制于人 中国电动车的迅速扩张 如果没有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印尼可能面临的将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潜在风险 即便中国在技术上取得了进展 但在环境问题上 印尼不能等同于西方国家 这其中涉及到的制度 文化 经济等因素 都需要更深入的考量 与其说中国电动车是在帮助印尼 还不如说是寻求自身的市场扩张 而这对印尼的长期利益 是有待观察的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辩论中 展现了各自鲜明的观点 楚天书立挺中国电动车 在印尼市场的崛起 认为这是一个促进经济发展 和环保转型的良机 而谢琪琪则警惕过于依赖单一国家的产品 担心环境问题和经济自主权 可能受到的影响 楚天书的论点 强调了中国电动车的高性价比和技术创新 这无疑是中国在全球新能源领域 影响力阔大的体现 他所提到的中方技术转移和投资 对印尼的正面影响 无疑是吸引经济投资 和提升当地技术水平的利好 然而 他的观点过于乐观 未能充分考虑到 印尼在此过程中 所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谢奇奇则提到 过度依赖中国电动车 可能导致的经济脆弱性 这一点值得深思 历史上因依赖外国技术 而受制于人的案例不在少数 尤其是在环境问题上的考量 谢奇奇明确指出 印尼市场缺乏相应的法律框架 这使得中国企业的环保城 诺显得不够可靠 他的警示有其必要性 提醒我们 在追求经济利益时 不能忽视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在辩论的过程中 楚天书和谢奇奇 均提出了有效的立正和理论支持 但彼此的论点 也存在住明显的盲点 楚天书过于侧重中国企业的优势 却对印尼未来可能面临的依赖风险 轻描淡写 而谢奇奇的论述 虽具警示意义 但若过于悲观 可能会使印尼 错失利用中国科技的机会 总体而言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 呈现出中国电动车 在印尼市场发展的双面性 吸引外资和技术固然重要 但印尼未来的发展 也需警惕外部依赖所带来的风险 无论是合作还是独立发展 印尼都需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以确保自身的经济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 只有在全面考量各种因素后 才能做出最有利于国家的决策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角色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Ryu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 网子是RyuDyu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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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